美国的疫情越来越严重了 最近有不少房子要交房 其中视频里这一栋是在尔湾 这就有一个验房的步骤 大家好,我是洛杉矶房产经纪人Chris Liu 遵照加州房产管理局的指示 现在采用的是非接触式的验房 视频里这个是开发商的验房师 开发商在拍这个视频之前 其实已经把整个房子都检查过了 包括所有的功能能不能正常的运作 包括喷漆,包括一些建筑上的缺陷 所有的都已经检查完毕 这个视频主要是向房主介绍这个房子 大家看厨房里的这些装备 包括冰箱酒柜还有各种的设备 大概价值三万五千美金左右 开发商的这个验房师还是蛮自豪的 向房主再介绍这些功能 在美国一般贵一些的房子 都是有两个烤箱 一个烤面包,一个烤鸡 这个就跟咱们两个锅 一个锅蒸馒头,一个锅炖肉是一样的 验房师来到了二楼 这里是主卧 现在一般新的房子都是这种上下或者左右 这种推拉式的窗 像咱们国内常用的那种打开式的窗 现在在美国这边已经很少见了 美国的房子通常卧室是没有顶灯的 基本上都是一个立灯 像这个房子卧室都有顶灯 其实是一个升级的方案 美国房子的卫生间一般都是比较大的 像这个洗浴是有两个固定的喷头 和一个可移动式的喷头 另外这里是卫生间的台面 像它指的这个按钮是一个加压泵 如果你急需用热水的话 按一下加压泵 热水就会很快的循环上来 这些柜子啊 台面啊都是已经做好的 现在验房师呢要带咱们去车库里面看一看 这个是车库 咱们可以看到外面的小区的环境是很漂亮的 它所在的位置是一个水的总阀 一般的总阀都是在车库里面 另外这个车库是有窗户的 是这种明的车库 非常的漂亮 这里呢是一个热水器 房子24小时的热水 全部都靠它来运作 它手指的位置就是刚才卫生间的加压按钮 所连接的加压泵 整个原始的视频是长达30分钟的 我只是给大家截取了两分半 这是美国的验房 另外咱们国内的验房是什么样的流程和步骤 大家有什么体会 可以留言聊一聊